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你这是从哪儿 弄了这些珠宝啊 姐姐啊 我带给军队的金子 以连本带利一并收回 本金呢还给那些商人 至于利息嘛 我就拿出来孝敬给姐姐 这回 你赌赢了 是皇上赢了 皇上赢了 就等于姐姐赢了 姐姐你赢了 其实就是我那外甥智儿 赢了 你只说对了一分 怎么了姐姐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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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来 赢了 你赢了 还画了 是她 对 就是她 刘蓉 碧娘娘让你马上回去 蓉儿 蓉儿啊 小青 快去 给刘蓉拿点果子吃 五娘不让我吃别的娘娘给的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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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给我 这个 你要吗 牛筋蛋糕 给你 来啊 蓉儿 蓉儿 我也要 来啊 快点儿 蓉儿 快来 小心啊 别伤到人啊 快点儿 来 来 拖呀 拖呀 快点儿 拖呀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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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拖 别耽误时间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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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拖呀 闯呀 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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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爬 还是江南美人呢 长公者 这两个美人 俺可是跑遍了吴越才找出来的 生辰拔字 德行秉性 身体容貌 样样都按您的标准选的 我看还不错 估计皇上会喜欢他们的 那当然了 起来吧 阿娇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儿不是小孩玩的地方 你出去 这两个姐姐真漂亮 像是从画上出来的 快出去跟你说什么呢 有什么了不起 爹说了 就会拍皇上的马屁 谁啊那是 好小子 你们都要上房接瓦呢 快快快 我去 宫女春儿的屁股 都让你拿弹弓打红了 我告诉你 打尖起 你别想到外面瞎玩去 王夫人到 妹妹 妹妹 姐姐 你别跟荣儿怄气啊 好多坏主意 都是智儿出的 你别看她人小 鬼点子可多着呢 那打弹弓的泥巴蛋子 都是智儿错的 我说了我娘还不信 今天玩泥巴 也是智儿律的 你还有脸说 你比智儿整整大了七岁 你给我下去 妹妹 别生气嘛 姐姐给你赔罪 亲儿啊 来 姐姐 你坐下说 妹妹 你看一看 这么多好东西 你 我进宫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哪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都是我兄弟 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 真好看 来 你看看 你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从西蜀南边 大雪山以外的 脏科国过来的 哦 我弟弟借给汉军高利贷 发了一笔财 他就买了这些宝贝 想送给宫地的姐妹们 可我想 除了妹妹你 谁能销售得起呀 以后你还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让咱弟弟去办 好 难得姐姐一片热心 妹妹我 就收下了 妹妹呀 有句话啊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你头上的事物 是梁王所赠吧 姐姐觉得 代之不妥呀 怎么了 皇上他不喜欢梁王 前段时间 我跟梁王在老太太那儿 他还跟蓉儿争嘴呢 你瞧他那点出息 那个男人 真的很讨厌 太后 快来人哪 小金虫跑了 来人 那儿呢 这儿在那儿 这儿在那儿呢 快点 这儿这儿这儿 皇上驾到 快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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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抓到了 都下去 皇儿给母后请安 皇上 怎么得空来了 娘 这一项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 嗯 嗯 朝廷现在奉长职位空着 朕打算让舅舅的长子 斗彭祖出任奉长 只让松庙列九卿之手 不知母后意下如何 嗯 这个安排好 你大舅死得早 斗彭祖 现在只守着南皮猴的空爵 给他派点食物 很好 那 就这么定了 其实啊 斗家最能干的 还是斗英 这次平乱 不愿意 幸亏他出任大将军 朕守洛阳 联络朝廷上下 军内军外 禀告母后 皇儿已经免去了他的大将军之务 啊 这未免太急了点吧 你不怕人家说你过河拆桥吗 不不不不 皇儿对他 另为以了重任 哦 那娘倒是想听一听啊 你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啊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嘛 那娘请您跟我说 您您听我说 今天且到太尉 周雅夫 大将军斗英 他们的联名上咒 奏请早立太子 安古至 厉扎 所以你定 厉贵妃的长子 刘荣为太子 周雅夫与窦英联名 他们凭什么谈这个 他们都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 而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思 没有你做皇上的首肯 他们有这么大胆子吗 娘 这七国之乱 之所以发生 正是因为 皇家的传承规制不明 行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心里就是没有你那个弟弟 我 无处之乱 为良城这么久 周雅夫 大军只离他不到一百里 他就是见死不救 没有你的默许 他敢吗 娘您您听我说 我不要听 玲儿 在 玲儿 太后 什么周雅夫 窦英 我告诉你 真正立大功 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 只有你的弟弟梁王 你眼睛眼瞎了 我们一起遇见 娘 皇儿在您眼里 永远是个小孩子 您也从来不愿意 多听皇儿说什么话 可皇儿毕竟不是小时候 已经是顶天立地的 大汉皇帝了 西国之乱 凤云乍起 张牙舞爪 铺天盖地 那天停一后到您身边 像小时候一样 可您说的那些话 恰恰是压垮皇儿脊梁的 最后一根稻草 趴在地上 杀了自己的恩师 趴在地上 可这地 也容不得你趴下 他把你震起了 再摔下去 摔残了 娘 就摔醒了 这才唤起了高祖的凶风 重新摆定了天下 可这 这一切 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 是从曹错大夫 被腰斩一世的惨剧中 开始的 朕活了几十年 您 非得双手 沾满恩师的鲜血 方才能担当起大任 非要在良心上 重重负债 才能守住祖宗的基业 娘 您就听皇儿一次话吧 为了避免 日后再有规律王位的动乱 必须确立 汉史的传承规制 皇儿为告慰高祖先帝的遗愿 也为了您慈心眷爱的良王 拜求您老人家了 今天 朕已准了周雅夫窦英的上书 李皇长子 刘荣为太子 已经下狱颁了 前元四年 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 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同时策封皇十子刘彻为焦东王 以魏祺侯窦英为太子太父 这些诏令 恰好在良王入朝的那一天 颁布天下 我等受圣上之命 带领鸾驾在此恭迎良王入朝 请良王登宇 起吧 起驾 喜好 中文的声音 导致 武札 实际上 祖来 离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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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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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